嘿,大家好,歡迎回到Shot Adventures來 今天呢,則是要正式來介紹一下這隻 非常讓人家感到不知道該怎麼去稱讚它的這個 Transformer Alternative 804 Starscream 因為它是一個Alternative系列的一個玩具 所以仍舊的在影片方面呢,我們要分成兩段式來做介紹 因為一段影片裡面,肯定錄不完,因為老蕭廢話過多 它的包裝呢,跟之前的Alternative完全是同一個大小的盒子 同一種透明的包裝,只是前面的圖案不一樣 所以呢,在這邊呢,我就不拿出來了 之前的預告片大家也都看到了 但是呢,就說以各方面來說呢 它還是完完全全保持Alternative系列 所應該有的一個包裝的一個水準 而這邊呢,後面呢,寫的當然還是一樣是日文啦 所以呢,呃,哎,免得讓你們說這個老蕭,呃,沒料到,OK 呃,沒有本事,我就讀一讀這個日文給你們看看 到底寫的什麼意思啊 呃,確實,真,呃,精巧,三十二,呃,多方面,呃,展新,呃,話題,OK 所以呢,它的日文講的就是,就大概這個意思了,OK 那既然這樣的話呢,我們就以一個很快的速度呢 把這一隻,它是屬於一個Mitsuoga Orochi的一部 呃,看似高級跑式的這個玩具呢 從盒子裡面拿出來,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而通常呢,我以快速的方式呢,通常不外乎兩種 第一種就是變聲的聲音 第二種呢,則是Hachu的聲音 第三種呢,我就是我今天要呃,展現的聲音呢 則是以放屁的聲音吧 那就是,好的 呃,你們是不是認為說,剛剛沒聽到屁聲是不是 因為那是一個無聲的屁,好,不管如何 這個呢,則是,呃,車子離開它盒子之後的一個造型 呃,若是單單以車子的一個造型來看的話呢 它無疑的也是一個將近,接近滿分的一個玩具 就以車子的造型來說 整體的車子的這個流線型的線條呢,非常的拉風 從這邊彎過來,有點像女人身形的這種這種,呃,彎曲啊 非常非常的性感的一部跑車 而我之所以會選白色,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白色 這並不是因為說白色就是Starscream 呃,紫色,它因為,相信大家也知道 它有出紫色的這個,Sky War,OK 呃,以及好像會有第三個顏色的出現 但是呢,我選白色是因為說,我覺得說 就以顏色來說呢,白色呢,呃,來襯托這個玩具呢 則是一個最恰當,最適合的一個顏色,OK 在它的這個,呃,尾端這個地方呢,有一個很 呃,算是清楚嗎?Mitsuoga的這個字呢,印在這上面 車牌呢,倒是空的 呃,這裡呢,有一個小天線在這邊呢 我當初拿到的時候呢,很怕說把它弄掉 其實呢,後來才發現它其實算黏得蠻緊的 儘管說它變成了機器人之後,呃,機器人之後呢 它的天線是呈現在大腿的內側這邊突出來 非常的畸形 但是呢,它是幾乎不可能掉下來的 呃,整個車頭前面這個,呃,通風孔呢 呃,有點像一個呈現這種煎笑的一種感覺 我覺得說這個車頭裡面呢,看起來非常可愛 應該說非常酷的一個設計吧,OK 那除此之外呢,呃,排氣管,OK 那我們再把車子翻到底部來看的話呢 這個呢,則是機器人的,我個人認為說是 是alternate系列裡面的唯一的個敗筆 那我們就拿其他的alternate系列呢,來做比較一下吧 從這邊呢,大家可以看到 呃,以各方面的這個底部來說呢 以那個alternate系列來說呢 基本上,就以底盤來說呢 幾乎呢,是不太看得出機器人的部位 呃,這個呢,可以從這個 Megatron開始 Megatron可以做完完全看不出來 除了兩把劍在底下 Bumblebee呢,也可以說隱藏得非常好 除了它的這個頭呢,在車尾的地方 Convoy呢,嚴格來說可以看到它 看到它兩個拳頭在這個車子中間的部位 但是呢,可以說是隱藏得非常非常好 唯獨這一支Starscreen呢 它的雙手臂,以及手臂上面的槍呢 在底部表露無疑的出現了 而這個呢,頓時的讓我感到說 呃,這個alternate系列裡面呢 Starscreen的這個 呃,基線的部位呢 在隱藏的這一方面呢 做的可以說是,算是 呃,失敗 就以這一款的這個 這一系列的玩具來說 算是失敗 所以呢,我是比較希望說 它能夠看到 它能夠以 其他前三款的這個方式來做設計 而這一部車子本身的這個材質呢 呃,有鐵的部位呢 相對的比其他兩 呃,其他三款的少了非常多 我換句話說呢,它的重量可以說是非常的 呃,我這麼說好了 它頂多比sideswipe 稍微重一點點而已 所以呢,它整部車的感覺呢 像,就是感覺好像就是 普通DELUXE CLASS這個材質 如果說呢,再把這個 COMBOY拿出來做比較的話呢 無疑的,COMBOY的重量呢 幾乎可以說是快要重它一倍了 那這個,你一拿在手上 你就知道說,它們的重量相差 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事實上,大家看到這一款的高級跑車的話呢 不免得要稍微來做比較一下 那剛剛我已經拿出了這個sideswipe OK 如果說以DELUXE CLASS來說的話呢 它的尺寸呢,可以說是非常 好,高級跑車嘛 來,再來一款 OK,LAMBORGINI OK 所以呢,它們的尺寸呢 可以說是幾乎是一致的 OK 所以呢,它仍舊的是保持著 這個DELUXE CLASS的一個尺寸的一個車子 我看看,把它們給排列起來 所以呢,重點是沒有一個 這個車子會稍微偏大過大或過小 如同其他系列的玩具 這一點呢,倒是稍微的感到欣慰一些 OK 而STARFSCREEN呢 它如同的其他的這個前三款的ALTENATE一樣呢 它的門 車頭蓋以及車尾箱分別的 都能夠打開來 但是唯一可惜的是 如果我們看前座的這個座位呢 它的座位底下 就是 如果你人坐上去的話 踏板那個地方呢 幾乎是空洞的 OK 所以這一點呢 是讓人家感到比較可惜一點的 而駕駛艙呢 一樣的有一個方向盤 但是呢 可惜的是 這個車子跟 應該說駕駛艙跟那個旁邊的座位中間呢 會多了一些機器人的部位呢 擋在那邊感覺額外的 暗眼 如果是搬到這個 車子後面的這個行李箱來看的話呢 打開來呢 就完完全全 暴露了機器人的一些 這個關節在裡面 而並不是一個空的置物箱 而至於前面的車頭蓋呢 一旦打開的話呢 一樣的讓人家感到失望 為什麼呢 因為它 這個直接就可以看到機器人的後腦勺 而並不是隱藏式的一個隱形蓋 隱形如同這個頭三款的這個車子一樣 所以呢 就以各方面來說呢 若是以車子 單單車子完完全全合併式的方式呢 就是關起來的話呢 車子可以說是找不出它的一個缺點 但是呢 只要再慢慢的去深入去了解它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到說 AO4呢 開始走下坡了 OK 我現在是不知道說 這個這款系列的車子呢 或是這款系列的玩具呢 會不會繼續的出第五款 而我希望說第五款呢 能夠回升到之前的這個 AO4系列的這個製作水準 而不要再以這個 Starscreen這一種的這個方式呢 去製作下去 因為呢 這款的車子可以嚴格說起來 這一款的玩具呢 可以是 四款這個 AO4系列一面 唯一可以省略掉 不去擁有的一架了 OK 而這部車子呢 在一個車子的形態呢 它不單單只有一個車子的造型 它仍舊的有保持了 Starscreen的一個 能夠飛行的一個造型 而這個呢 的確呢 在說明書上面呢 也有把它給 啊 這個圖呢 有給把它列出來 而這個要把車子 變成一個能夠飛行的車子狀態呢 個人覺得說 這個有點牽強一點 但是呢 它的它的確有這個功能 OK 重新把車子翻到底部來 把它的這個槍 把它給彎到前面來 成這個狀態 成這個狀態 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底部的這個 翅膀 OK 跟這個扣子呢 給分開來 接著呢 把這個翅膀呢 打直 成這個狀態 接著呢 可是把輪子呢 因為它裡面呢 有個軌道在裡面 把這兩邊都一個層L字形的 一個 一個軌道 你把這個輪子呢 彎到 下面來之後呢 把它給往上推 槍呢就可以放下來了 OK 這個輪子呢 一樣的 跟其他alternate系列 都是一樣的 也是一個橡皮的一個輪胎 所以這一點呢 倒是沒有 失望到一個極點 OK 這個呢 只是它一個 飛行的狀態 OK 所以呢 我個人認為說這個 稍微的有點牽牆 一點點 我看能夠把輪子 弄到一個 對的一個角度去 OK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一個 它能夠飛行的一個狀態 那 是不是 一個比較 滿意的一個 這個 造型呢 這個就完完全全的看個人了 那既然這樣的話呢 我們在下一段影片呢 就來正式介紹一下 它的一個正式的變身過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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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好 感谢观看